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 臭宝的样子问题啊 第一个臭宝说 你看我这个怎么了 该怎么办 这个叫人生荣 他第一喜欢光照 很多的臭宝买回来以后 你放到屋里边的不适合 明白吗 这个就是水大秋光通风差 解决方法很简单 拿出去晒基本上就完事了 还有一个就是人生荣 你长很长了 你记得给它剪一下 别的没啥 来点肥料的事 像我说老花姨这是怎么了 这是借窍虫 要打药 看一下这什么 你不行就剪剪 你知道吗 这脏 他妈叫什么 你跟我打叫声一样 我跟你说 像小王八 它就吸在那上面 有个小刺 就开始吸 你打药把它伸到一层壳 它打不进去 所以说你 要么我咋说你剪掉它呢 要么就扒拉掉它 扒拉掉以后你再打药才管用 好吧 给出的建议是修剪一下 把它强剪掉 剪掉以后打药 现在这玩意 老花姨有一个小叶子坛 也可能是黑骨茶 不用可能的 都是黑骨茶 为了好卖 就要小叶子坛 好吧 养了两年 一直恢复不了 这那那那时候 其实跟醋宝说呢 一定要给肥料 养花 你养不养的活 全看浇水怎么浇的 养不养的好 全看施肥怎么施的 好吧 浇水呢 就很简单 给人喝水一个道理 施肥就跟人吃饭 是一个道理 人喝水 渴了就喝 不渴不喝 喝多了不要紧 你能去厕所 很多醋宝是啥 他本身他喝了以后 都去不了厕所 或者是直接尿裤子 时间长了 他不烂裤裆吗 你看好多话 有讲的就烂筋 再一个人不施肥 一论成年的不施肥 咋行啊 人一天吃三顿 植物一个月吃三顿 你两年不施肥 相当于人24天没吃饭了 我大舅子也熬不住啊 明白了吗 所以该施肥 该加强一下光照 加强一下通风 像这种盆景类的 我建议还是用沸肥 因为用到的沙土 或者泥土比较多 沸肥效果更佳 明白吗 像这玩偶老花一啊 我怎么感觉啊 见一遍 浴乡老是没精神啊 土都是潮湿湿的 太热太热 你看我 我跟你说 哎呀热得不行 你再怎么着吧 也是腻 也是天气的原因 明白吗 到秋天就好了 该给点肥料给点肥料 正常去养就行了 像这玩偶你看他绿秀 最近总是肝尖黄野 帮我看看生了什么病 给他剪一剪 耗一耗啊 对不对 谁还不掉两根头发了 谁头发还不分叉了 没啥事 这都是老叶 老叶之所以这种感觉呢 都缺肥啊 要么就有点欧根啊 一般就这两个点啊 明白了吧 稍微干一点 稍微来点肥 下个粥吧 我还有个问题 草莓薄荷底部干枯 叶子长不大 缺肥 第一点缺肥 然后我就修剪了一下 请问是什么缺肥 主要是缺肥 我再给你换一换 你再剪一剪 剪短 别留那么长 剪短 然后呢给肥 你看很多花友用的这些土 我买土便宜 比你便宜好多呢 没劲啊 明白了吗 没劲 这就土没劲 你也没施肥 所以这就给你长不开似的 给周光绕就好了 别的没啥啊 要不做就点赞啊 不点赞都大旧 吃了花衣 白了臭包